后段耳带机的一个开机介绍 我们一样的 它的电源旋钮是呈水平状态 然后我们开机需要将电源旋钮拧至宿质状态 然后这边就已经开机 然后开机页面也是有中英文的一个选项 我们这边选择中文 然后可以看到目前的页面是停止中 开机之后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初始化的一个选项 在这边长按住两秒之后 初始化完成之后 它的一个准备就绪灯就会亮起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初始化已经完成 准备就绪灯已经亮起 然后接下来按启动的一个绿色按键 然后就可以了